最近啊看了一篇报道啊 是中国的经营人群啊 正在大量的遗失国外啊 移民移民潮又来了 我们已经经历过三代移民潮了 第一代移民潮呢 叫闯闯嘛啊 第二代移民潮叫想嘛 第三代移民潮是什么呢 叫躲嘛啊 那么现在第三代移民潮当中啊 排行榜前五个核心原因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为了钱 第二个为了房 第三是为了税 第四是为了教育 第五是为了安全 这个是不是有点心痛啊 说这些经营的人群大量的移民 竟然因为这五个原因 那这五个原因国内没有吗 这是我们好好思考的 说为了钱 为了钱 为了什么钱啊 说你移民了还能够赚到钱吗 在今天我看了一篇报道 说王总军啊 王总军说了一话 说当我赚钱的时候 我不减持我的股票 我不享受干嘛呀 难道等他贬值的时候吗 这个钱 这个为了钱是套现啊 是很多很多人套现了 然后拿着钱到国外去享福啊 而不是去国外赚钱 这跟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潮是不一样的 第一代移民潮是我什么都没有 对吧 我呢 我呢 去闯到国际市场上 我去到国外赚钱 然后把钱拿过来 然后给供我们的后一代 供我们的儿女来活 可是现在呢 反了 说我们带着钱 去到国外享福 那第二个移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是为了房 有人就起了怪了 说怎么还为了房啊 没错呀 现在我们的房价是全球所有所有的房价当中的最高的 你想不想吗 很多很多人就说了 说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我们上德国还能落户口的 多数人有这样的想法 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嘛 都移民了吧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我们这么多年 从97年开始 那个时候的房价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个时候的乌篮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个时候是谁来管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呢 什么时候房子涨价的 大家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大家都在恨啊 恨谁啊 是恨人还是恨这个社会啊 大家不敢说 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嘛 很多人都是移民了嘛 如果我有本事 我也会移民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为了税嘛 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嘛 这一个村永园就够娱乐圈 好看的了 对吧 所以大量的人啊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还有第四一个核心是为了教育 这一点啊 中国很多很多的精英啊 甚至从高中生开始 就会有大量的国外的名校来抢的啊 真正真正上北大清华人大的 未必是这些精英当中精英 真正金字塔当中的精英 那个塔件都已经抢走了吗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能作为一个高考之家的这些家长们哈 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吧 没办法 所以很多很多人出国就为了孩子吗 你想我们为什么要在北京 面临着这种高的房价啊 高的这种教育的成本 还要在北京呢 甚至还不给你户口 还限你这车牌号 说红克你不能开车了 今天你的车牌号限量啊 为什么呢 不还是为了孩子教育吗 说东北的教育和北京的教育 这个知识和演技是不一样的 那国外的跟北京呢 更不一样啊 北京和上海的都不一样 上海的眼中啊 看待北京那就是不行 是吧 这也不服不行吧 因为上海的 他很多很多格局 他都是国际化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事业嘛 所以就是为了教育 最后最后呢 是安全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红克也其实也不明白 也想跟大家探讨探讨 说你这些有钱人 你这些精英 你为什么在国内就没有安全感呢 是因为有仇富现象 只有很多很多人说 凭什么你们富了 我不富啊 然后有这种危害性啊 你看到了这些喷子暴怒分子越来越多了 还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问题啊 这个我看不懂了 总之 现在中国很多很多精英啊 三代移民了 核心的原因有五个 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五个 大家想一想 这五个原因都能够推动了我们这些人去移民去 那剩下的人是啥人呢 是不是 这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 那都这样了 都这么想 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啊 悲催了呢 还有这五个原因能不能够解决 怎么来化解 怎么来个解决法呢 如果是你 你是个精英 你会不会移民呢 实话实说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中国移民这五个核心的排行 你认为 有什么想法呢 大家可以交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